你在做什么 刮个洞啊 把你埋进去 我呢 我想通了 整日借酒消愁 根本就不会开心 倒不如活动活动筋骨 一来呢 我可以出点力气 出点汗 可以忘事 二来呢 你们北渊的人啊 没有见过这人间 新鲜的酿酒法子 我可以把它卖出去啊 换点零食 我来帮你 不用了 我跟季云和说好的 我们要买一处四季如春的仙岛 等我攒够了零食 我就离开这个地方 远离繁星的事 和繁星的人 也好 我 要远行了 过来跟你说一声 我 过来跟你说一声 过来跟你说一声 罗索那边我都交代好了 日后你要有事的话 就让他过来帮你 那我走了 过来 一个两个子都跑下我跑了 那我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古灵灵的怪可怜的 抬车 阿姬最聪明了 师父你看 我给你编的花环 好看吗 好看 真好看 好香啊 苏宇姐姐一定准备了好多好吃的 师父 阿姬饿了 快去吃饭 可是 师父 为什么你们都不会饿 不用吃饭 只有阿姬不一样 宁愿阿姬还在长身体 需要用食补 自养修为 可是 阿姬自己吃不行 师父和苏宇姐姐来陪阿姬一起吃 师父你快点 阿姬 吃饱了 嗯 阿姬又困了 那就去睡觉 嗯 这睡一觉便窜个头 这才十来天 再这样下去 屋子怕是都要装不下他了 涨到原来那么大 就不会再涨了 让他睡会儿 位置挺好的 北渊之外 应该有不少这样的美景吧 我决定替你出去看一看 我们两个之间 总得有一个人完成梦想对不对 其实我这次出去 也有私信 我以前看着你们为了爱情 尝尽了苦头 总会在一旁嘲笑你们傻 可现在我真的很羡慕你们 云和 我发现过 空明走了 他怎么能走呢 我就是想出去看一看 你们口中的爱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的心这么疼呢 云和 我也要走了 干了这碗甜汤 祝我顺利吧 我 我怎么会做那么莫名其妙的梦 梦里的人又是谁呀 阿姬 怎么了 师父 阿姬做噩梦了 别怕 有师父在呢 师父 阿姬总有些事情想不通 什么事啊 思雨姐姐有时候会说我过去如何如何 可阿姬怎么就是记不起自己的过去 阿姬只要记得 你是我徒儿 就足够了 可阿姬想知道更多 尽管您给了阿姬很多画本 可是 阿姬对外面的世界仍是知之甚少 每日只在这结界里游逛 阿姬觉得有些无趣了 阿姬 让你拦纯了 大家养开 我没有讲什么 说话 师父 你今天教我什么法术啊 近日你刻苦修炼 其他法术都学得差不多了 近日我教你一个 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 是什么 找找镜子 这是我呀师父 哇 好厉害啊 怎么这么快就没了 师父 这是什么厉害的法术 我还要变 你想要围续的酒 就得自己努力修炼 你这些卫狐 能施唤行之 师父 方才京中的少年 是旁人眼中的你 红枝不散 旁人看不到你本来的样子 切记 唤行之术最记内心动荡 你要稳住自己的心 师父你好厉害 什么都会变 可是我怎么从未见过师父 变过脸换过型啊 因为唤行之术 只有九尾狐才会使用 谷主虽知如何引导 但是他自己却用不了 那 是否等阿继学会的这个法术 师父就可以带我出去玩了 那你要答应师父三个条件 何止三个 师父说的条件我多答应 永远不入陆台山 永远不以真面目示人 永远不入北渊 阿继发誓 永远不入陆台山 永远不以真面目示人 永远不 永远不 这不去 北渊 永远不去北渊 永远不去北渊 这是什么呀 这叫烟花 我让谷中弟子从人间带回的 喜欢吗 喜欢 还是师父最烫阿继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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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 若没有经历万花库的种种 你本就该长成这般无忧无虑的模样 明明是第一次看到烟花 可为什么觉得这么熟悉 可是 往日不是都会给我准备一些点心吗 今日跪下 摊加烟花 是与烟花 被淋在滚山上 真的这么熟悉 我看见烟花 这是与烟花 等于吗 好吃的 真有效的 今天是在对 这盐花是送你的礼物 好轻人